声泪俱下表示自己为了录中国一档歌唱节目 连命都不要了 天后李文在上个月5号离开人世 享年48岁让歌迷万分不舍 最近在微博上有粉丝曝光一段疑似她的语音 引发哗然 控诉自己因为说了实话被导演组羞辱 甚至当场动手要把她拉下舞台 这段疑似是李文的9分钟录音档内容透露 自己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同样热爱音乐的参赛者们 连和约价码都不知道 即使罹患乳癌身体剧痛也要参与录制 音档曝光后大批网友纷纷为她抱不平 要制播节目的浙江卫视出面说清楚 对此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深夜发出声明 强调这段录音档是恶意剪辑的录音 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也严重毁损节目形象 强烈谴责